终于可以挖土豆了 这土豆是10月17号种下去的 到今天有差不多两个半月了 先把这些苗点掉 等下再挖 这样子就比较好看 变这个蝉亮 看一下一颗苗能长多少个土豆 本来还可以再长一长的 但是这些苗层都感染了 这些茶黄蓝 所以我早点把它剪掉 把银骨消消毒 再接着种肉绳 土豆苗就摔干 到时候拿来烧炒木灰 先挖这一颗看一下 这一颗当时被提提已经挖过了 可能没有什么土豆 还有这么多 看 有两个大的 有几个小的 这些小的本来还可以再长大的 再挖第二颗看一下 哇塞 这颗好多 看 哇塞 又多又大个 这个种子就是市场买的那种 土豆做种子的 这么多 哦 掉了一个 哇 哇塞 这一颗更厉害 这颗 手下看有多少个 这里 2 4 6 8 10 十二十四个有几个是小的 这一颗很多 第三颗 这个土很松软的 当时就是用了那个花生枯 跟那个叫什么草木灰 做底肥的 后续就 就是经常给它教那个自己奥的粉血 这一颗有一个好大个的 天 哇塞 这么大一个 这一项土是带一点点沙土的 哇塞 长得非常好 看这一个差不多有拳头大的 这两个好大个 这一颗有多少个 这个是种子 你看这里三个 有几个是小的 像这种小的以后再长一段时间 也还能长大的 三个三个六个 这颗八个 看看第四颗 哇塞也好多 这是土太浅了一点 这个种植箱总高度只有22厘米的高度 如果这个土更多一点 全国际土豆也会长得更好 哇塞 哇看看 哇 天哪 这颗有多少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这颗十几个 好厉害 好大一个的土豆 第五颗 这颗只苗了的 看一下有没有 也有 十个苗都有这么多 四个苗的这些就比较小个一点 这个种子就烂掉了 还有呢 这一颗还更多了 多少颗 二四六 六四六八十十二十四 也有十四个大大小小十四个 这是第六颗 看一下这颗有多小 哇塞 这颗比较少一点 就这一个大的呀 这边呢 这边是另外一颗的 两个大的 这颗就两个大的 一个小的 还有一个小的 咦 这颗只有四个吗 第七颗 这颗被TT挖过了 看看有多少 哇塞 也好多 哇塞 这个是种子来的 挖土豆挖的好像 这里三个小的 四个五个六个 七八九十 十十一 十一 这颗十一个 第八颗 看一下有没有 哇塞 没有那么多 哇 哇塞 好大个 一个 两个 三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大大小小 十个 就看看这颗 可能小一点吧 因为这颗出芽 出的比较迟一点的 哇 也有那么多 这个出芽 迟了差不多半个月了 哇塞 那这颗就少一点 只有四个大的 有两个小的 总共六个 第十颗 这一颗也是出芽 比较迟的 跟刚才那一颗差不多 比刚才那些都要迟 差不多半个月 哇塞 那 这个就少了很多了 有四个五个 六个 七个 有七个 二 四 六 八个 但是这样长得比较小 这些 这颗 也被七七挖过了 第十一颗了 哇塞 这颗都没什么 马铃薯 你看看 长得这么小 再看看这一颗 第十二颗 这颗 也有 但是这颗好像相对很小 一颗 裂开可以了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第十三颗 这一颗看起来应该不错的 看这个土表面 如果裂开了 肯定土豆就又大个又多了 以前挖红薯也是这样看的 只要那个土裂开比较大比较多 那就是土豆又大个又多的 看看一堆 哇塞 看看这一颗有多少 哇 两个小的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也是七个 也还不是很多 但是还长得比较大个 再看看这颗 这颗是第十四颗 这个的种子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扁肠扁肠的那种土豆 哎呀 哇塞 这种好像长土豆会小一点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二个 也不少了 十二个 最后一颗了 第十五颗 一米八 成六十 成二十二高度的 一个种子香 总共种了十五颗 看一下这一颗有多少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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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大的 还有一二 三四 五 五 五个小的 六个小的 总共十个 土太浅了一点 下一次 要把它更深一点 这样子它就会长得 土豆会更多更大个了 我的这个种子香只有 二十二厘米的高度 如果有个三十的高度 哇塞